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非常感谢主让神为我预备今天的分享 目前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反映 说有全能神的这些信徒 他以介绍工作 或者是说有共同的信仰为幌子 拉拢人心 哄骗引诱弟兄姐妹进入全能神教会 那么今天我已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为大家分享一下 全能神教会和基督教会的区别 那基督呢 我们知道我们信仰了基督教 我们是以圣经为准神 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一个 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同志 同尊 同龙 那可是呢 这个全能神教呢 它是以赵维山写的一本书叫 画在肉身显现 以它来代替圣经 来宣扬 旧约时代的神的名字叫耶和华 新约时代的神的名字叫耶稣 如今的神呢 名字叫全能神 或者是说叫女基督等等 以当今的人呢 自封自己为神 这样来蛊惑人心 严重地扭曲了我们圣经的这些真理 那么我们现在的全能神教 它有很多名字 那比如说东方闪电 这个七灵派 女基督派 实际派等等 因为这个东方闪电 他们这个至上而下呢 还施立了这个牧区 区 小区 教会 都一系列的一些安排 所以说呢 给我们的神教的教会呢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混乱 那么也造成了很多毒害 那么毒害一呢 就是它打着基督再来的名义 宣扬世界末日 当然我们的圣经中的确 有提到过是基督再来的预言 那是耶稣呢 将会再来这个世上 做神派的工作 可是呢 全能神教呢 它就借着圣经上 有这么一个说法 它就捏造出来了一个 女基督 杨相斌 严重地扭曲了圣经的教义 那使得很多的信徒呢 因为信了全能神之后呢 离家出走 流离世所 那么毒害二呢 就是这个教派呢 在四处地拉拢基督徒 那为什么它要拉拢基督徒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 全能神的这个 这个创造者呢 这个赵维山呢 他一开始他也是基督徒 后来呢 他自己封自己为神 演现出来的这个全能神教派 他能拥有这个 蛊惑人心的这个尽本分 那我们说尽本分是干啥呢 尽本分就是说 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 奉献在这个全能神教里面去 因为我们圣经上 有一个十一奉献的一个标准 因为神赐给了我们的一切 所以说呢 我们用感恩的心态 拿出我们的十分之一来 来回报感恩 神给我们的这个 赐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那这个全能神呢 他就把这个十一奉献扭去了 就是说你要尽本分 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所有 奉献到教会里面去 甚至是说 他有可能都不用你上班 哪怕就是一个礼拜呢 可能让你上一天班两天班 那就是说你要够房租 够吃饭的就可以了 其一的都要在这个全能神教里面服侍 这就是以至于有很多人呢 因为着信的全能神教之后呢 如果有发现家里的亲人啊 或者说父母啊 反对他说 你不要去行这个邪教了 他们呢为了尽本分 就会跟自己的家人 这个无情地断绝这个关系 所以说就单单就这个 背弃自己的亲义 我们说他一个是邪教 都不为过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被这个邪教拉拢去 到时候真的是叫 有家不回 有业不救 信的全能神教之后 就要使整个家庭破裂 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 马太福音24章 24节曾经说过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妹 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不要被这个假基督假先知 所迷惑了 在此呢我们也警醒 我们的弟兄姐妹 希望弟兄姐妹妹 积极预备和学习 如何辨别异端 持守真道 为这个神家呢 警醒 这个守望 感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